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理事刚烈 没有想过改嫁 一个人带着孩子艰难生活 久而久之 妇人染上牢疾 需要疆养 苏雨林自小没有见过父亲 缺少管教 养成了她穷而至短的习性 加上母亲身体不好 时时需要吃药 她为了有钱给母亲看病抓药 就养成了恶习 幼年时只是调皮捣蛋 大一点后就开始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 整天呼啸往来 不是生产 不干活尚可 不吃饭却不行 可吃饭和干活本事相互关联 干活才有吃食 不劳动 食物从何而来 凡如此习性者 最终就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磨偷 要磨抢 懒惰之人 总想不劳而获 妄图窃取别人劳动果实 据未及有后不知心疼 挥霍无度 没了就再行偷盗 如此循环莽腹 虽然她所得财物 多数为母亲看病抓药 但如此下去 等待她的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事发头肩 但让李氏和苏雨林都没有想到的是 突然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如此局面 也使她从此幡然悔悟而走上正途 有相约李氏阻拦 深夜行雨林救人 李氏眼看儿子如野马般长大 不劳动而有钱 自然知道儿子莫干正事 她知道自己这个身体拖累了儿子 要不然她也不会那抹需要钱 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妇人每日李对住儿子苦口婆心劝导 试图让他走回正途 苏雨林懒惰 金音小时候无人引导 但她并没有因此性子暴力 反而对母亲李氏怀着深深的感激 自己不走正路 使母亲每日担忧 她感觉歉疚 她如此年龄 自己吃喝尚且困难 母亲一个女人 把她从小拉着大 又该有多难 故母亲每次劝说 她都不反驳 劝为母亲说自己要痛改前非 可转脸就忘 背后仍然我行我素 伤透了李氏的心 儿子虽笑 却品行不端 子不教 父之过 可是她没有父亲 那就是自己这个母亲的过 李氏十分懊悔 恨自己身体染病 苏雨林也常常处在矛盾之中 她觉得自己在做坏事 为此 她还给自己定下规矩 不偷穷苦人 不偷孤寡之人 可再怎么有规矩 偷中就是偷 是不劳而获 一方面是懊悔想要改变 另一方面却是为母看病 使她的日子一天天蹉跎下去 浑浑噩噩就到了18岁 18岁的小伙子 本该正确规划未来 为自己的以后做出打算 可以帮狐朋狗友消磨着她的意志 整天得过且过 这一日午后 母亲李氏喊住了刚吃过饭 想要外出的儿子 苏雨林端坐在床前 握着李氏的手 静静听娘亲教诲 李氏看着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 眼里不由地流出泪来 雨林啊 你生性孝顺 对娘好 娘都知道 可是你不能天天这样下去 你要学点东西 走上正途 苏雨林一看母亲哭泣 赶紧帮她擦掉眼泪说道 娘不要哭泣 伤到身体可不好 孩儿知道娘亲的苦心 孩儿会改的 你此番出去又要干什么 听娘亲发问 她低头不语 李氏深深叹了口气 这可怎么办才好 正在此时 有人进门高喊苏雨林的名字 来者是她的一个朋友 此人名唤孙巴拉 她来找苏雨林是有事 有一对外地妇女前来收账 收完后身上 写有巨额财物 这些人家里做生意 为父不仁 不如偷了他们 也好解决他们的吃喝用度问题 苏雨林一听觉得可以 既然能跑来收账 肯定家中有大生意 少了一笔钱 也没有什么影响 本来都商量好了 他们午后就到约定地点 另外还有两个同伙 都是孙巴拉的朋友 白天先观察这对妇女 晚上找机会下手去偷 可是孙巴拉 左等右等不见苏雨林出现 就来她家里找她 李氏虽然一介女流 可是她生活经验多 一看孙巴拉的举动 就知道她来找儿子肯定莫好事 她拒绝儿子跟孙巴拉出去 这急坏了孙巴拉和苏雨林 好话说尽 李氏就是不松口 母亲不让外出 苏雨林还真不敢反驳 她正敢为难 李氏突然面色突变 嘴里也轻忽出声 显得特别难受 苏雨林一看就吓坏了 这是自己气到娘亲了 她非常后悔和懊恼 指着门外让孙巴拉赶紧走 就是有金山自己也不去 她要在家里照顾母亲 孙巴拉听后感觉无可奈何 只能自己出发而去 苏雨林见孙巴拉离开 自己在屋里转了两圈 娘亲痛苦如同在弯她的心 恨不能带母亲难受 可这种事如何能带 她一拍眉头让母亲暂且休息 自己马上去换廊中 可是李氏不让 让她陪坐在自己床边 李氏不让儿子去换廊中 却是因为那孙巴拉刚离开 她怕此人在外面等住儿子 万一儿子出去 她又哄骗儿子跟着她前去 自己又岂能知晓 苏雨林只好陪坐在娘亲身边 跟娘亲说话聊天 一直过了将近三个时辰 天已经黑了好久 李氏痛苦之事稍减而睡着 苏雨林看娘亲睡着 她悄悄站起出门而去 她并不是趁着母亲睡着 去找孙巴拉 虽然娘亲不在那摩难受 可她还是想找郎中来枕一下 此时夜深人静 路上根本没有别的行人 由于经常在夜间出行 她胆子很大 根本不怕走夜路 只想赶紧把郎中带来 耽误太久 怕娘亲醒来看不到自己 又会着急担心 深一脚浅一脚形至一片树林时 突然听到一阵悠悠的哭声 哭声不大 却持续不断 如若换成别人 定会吓得发足狂奔 远离这片树林 可是她并不害怕 那种自己下自己的事 当然不会干 相反 这还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她要循着声音过去 看看这哭声 是什么人发出来的 哭泣又所谓何事 走向树林深处 哭声越来越近 本来就是夜间 林中更加黑暗 她趴在一棵树后 仔细向发出哭声的地方观察 由于林中黑暗 并不能看太清楚 借着天上稀疏的星光 就看到地上 躺着个黑乎乎的影子 看着是一个人 而在黑影旁 还占有一个白色的影子 哭泣声正是从白色影子 身上传出 白色影子声音优越 竟像是个女子 边哭着 白色影子伸出双手向上 猛将自己掉了上去 苏宇林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可这哭泣之人想要自尽 她岂能见死不救 她跑过去从下面抱住此人的腿 将人从绳套中放了出来 这人却不住挣扎 非要寻死 苏宇林不由的火冒三丈 对着这人开始大吼 集市上姑娘插标 心不忍宇林惹祸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 你有什么为难事 你生活苦 你生活难 能苦过我吗 能难过我吗 莫名其妙在此哭泣 动不动寻死上吊 是想吓过路人 死都不怕 你怕活着 她猛然大吼 吓住了对方 对方不再挣扎后 她这才发现人家是个妙龄女子 刚才吼得挺大劲 一看自己抱着人家大姑娘 顿时慌了神 赶紧松开手 害羞加尴尬 不住搓手 实际上 密林中天黑 也只能看出个大概的轮廓 姑娘不再挣扎 也不再哭泣 呆呆看着她 姑娘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寻死 是遇到了什么难解的事 姑娘呆呆看了她一阵 突然失了一礼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更谢公子雷霆之声 姑娘似乎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可是苏宇林不放心 她怕自己一走 这姑娘在寻死路 可是娘亲还在家中 醒来看不到自己也会着急 她还得去找郎中 正在为难之际 姑娘又说道 公子有事且请离开 再不会出事 苏宇林有心邀请人家跟自己回家 那样可以放心一些 可人家一个姑娘 地上还有个死去的人 自己贸然邀请 怕是会引起误会 既然姑娘如此说话 她也不好再多说 接着去找郎中 不料她却没有寻到 人家外出采药 她又赶回来后 发现树林中已经不见了那姑娘 应该是离开了 她自言自语回家而去 到了家中母亲果然醒来 正在担心她 她把事情经过说了一下 李氏一听非常欣慰 儿子本性不坏 这让她感觉还有希望 李氏虽醒 但却并不现好转 苏宇林寻郎中不着 她心里仍然着急 此时天已经快亮了 李氏见她着急 安慰了她机具 拿出个以前郎中开具的药方 让她去城里抓药就行 自己这是老毛病 吃两副药便会好转 不用太过担心 她以母亲所言直奔城里而去 不料到了城中 却遇到了昨晚搭救之人 城中一片空地上 有个姑娘头上插着草标 直直跪在地上 边上还用布蒙住一个躺着的人 姑娘插标 卖的是自己 边上人议论纷纷 说着姑娘是卖身脏腹 苏宇林仔细一瞧 这姑娘的模样轮廓到 像是昨晚树林中搭救之人 况且她身边也得却有人去世 应该就是她 怪不得她要在林中自尽 原来是父亲亡故 她感觉生无所依 于是想在树林中自尽 一个姑娘家突然遇到这种事 想要一死了之眼 似乎可以理解 看着姑娘衣服穿着 不像普通人家 却不知道为时魔镜沦落至此 苏宇林想了不少 但她没有钱 心中虽然可怜这个姑娘 却也没有别的办法 郑玉离开时 有人挤了进来 对着姑娘黑黑直笑 苏宇林一看不由地呆住了 因为这人竟是孙巴勒 孙巴勒对人家姑娘黑黑笑时吗 她有钱买 姑娘 人家布庄王掌柜 愿意出钱帮你葬付 收了草标 跟我走吧 孙巴勒说得洋洋得意 而且几眉弄眼 一看便让人不喜生宴 她不是自己要买 是给这城中布庄王掌柜出头 不过孙巴勒平时不务正业 她又是怎么结识的王掌柜 苏宇林还在想这些事 姑娘却冷冷说道 谁都行就王掌柜不行 哟 这是怎么回事 这姑娘性子倒有些烈 众人脸上带笑 王掌柜为人好色 在这城里有名 想来这姑娘也听过她的名声 所以并不愿意 孙巴勒一听就恼了 这是给脸不要脸啊 有人出钱帮你葬付 你还端上了 你能端得起吗 少废话 今天你同意倒还罢了 不同意也得同意 苏宇林见孙巴勒 那对一个姑娘如此说话 不由的怒从心头起 她跟孙巴勒有过交往 虽然对外称朋友 可两人没有深交 这人欺负一个姑娘 且这个姑娘被她救过 她看不惯孙巴勒来这一套 眼看大家都在 看热闹而不管不问 她上去拍了一下孙巴勒 孙巴勒一看是她 咧嘴而笑 指着姑娘 脸上全是下流神态 孙兄 人家姑娘不愿意 你又何必为难人家 跟一个姑娘过不去 也不怕坠了你孙兄的名头 孙巴勒有个屁名头 苏宇林这是给她戴高帽 可没料到孙巴勒却恼了 白手让她不要管闲事 苏宇林血气方刚 一看这架势 她也恼了 对着姑娘温和说道 姑娘莫怕 也不用自卖自身 我虽然没钱 但可以帮你葬付 她一说话 姑娘就听出了声音 正是昨晚搭救自己之人 她赶紧点头 看姑娘将脑袋上草标拔下 孙巴勒脑恨异常 拂袖而去时 说苏宇林已经惹出大祸 就等着倒霉吧 苏宇林才不怕她 让姑娘在此地等候 她抓过药后 带着姑娘离开 这姑娘是从树林里 把死人背了过来 她也没有工具 苏宇林买了富薄皮寿财 又借了寿财店 一辆独轮车帮她推着 到了城外 找地方掩埋 姑娘痛哭一场 从姑娘哭声中 苏宇林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 这姑娘竟是跟着父亲来收账 结果被抢 父亲还被打死 所以才有了发生的一切 她马上想到了 孙巴勒约自己去偷的那件事 孙巴勒当时说的 也是一对收账的妇女 莫非就是她和父亲 她把独轮车送还后 带着姑娘边向自己家走 边有一询问 姑娘在悲伤中 说出了事情缘由 她姓张 换巧儿 家在蔡州开有一间小染房 但父亲年迈 母亲早已经去世 父亲遂生起了 不再做生意的心 因此她需要将以前的账收一下 汝州城中王掌柜的布庄欠着他们账 其实这些账也不多 而且王掌柜也从来没有赖过账 父亲要来收账 张巧儿也想出来看看 就要求父亲带自己一同钱来 找王掌柜收过账后 他们父女两个准备回转蔡州 不料在树林中遇到三个贼人 要抢他们的财物 张富好言说住 可以把钱财都给他们 可没料到这三个人还是下了黑手 把张富给杀了 她一个姑娘家 咒语此等祸事 六神无主 不知所措之下 就想要自尽 正好被路过的苏雨林所救 她被苏雨林大声训斥后醒悟 背着父亲到了城里 准备插标卖身 葬了父亲后再做打算 她和父亲去找王掌柜收账时 王掌柜两眼盯着她不放 使她心中生艳 所以她才会说别人都行 就王掌柜不行 苏雨林听的目瞪口呆 姑娘和父亲遭劫 贼人是三个 这不正好符合孙巴勒和另外两个人吗 那天说去偷 本来是四个人 但母亲拦住了自己 孙巴勒和另外两个去了 假如真是孙巴勒和另外两人钱的 他们为石魔要行凶 不是指徒财吗 行凶后 孙巴勒为石魔又会在城里出现在姑娘面前 她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这些问题她上默想明白 就已经带着姑娘到了家中 李氏一看儿子带回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这让她惊喜不定 喜的是儿子到了婚配年龄 人家这姑娘看着可真不错 惊得则是如此姑娘 又怎么会被儿子带回家 难道儿子又干了什么坏事 苏雨林对母亲解释了一下 李氏恍然大悟 这姑娘昨晚被儿子搭救 今天就又碰上 这是缘分了 再听姑娘的遭遇 富人心善 眼窝子浅 不由地流出泪来 苏雨林细心为母亲煎药 让母亲服用过后又赶紧去做饭 就这魔柱 张巧儿在苏雨林家暂且住下 她不敢现在回去 怕路上再出事 另外 她也回不去 一个姑娘家 实在不是核心远路 苏雨林心里也有自己的打算 人家姑娘倒了没 既然自己帮了人家 那就要帮到底 送人家回去 可娘亲身体不好 她又不放心让娘亲一个人在家 这件事一直被耽搁了下来 一眨眼 张巧儿已经在苏雨林家住了一月有余 她看到苏雨林对母亲孝顺 姑娘心如同海底针 她竟然对苏雨林动了芳心 苏雨林哪里知道这些 她觉得人家一个未出格的姑娘 一直住在自己家里对人家名声不好 所以跟母亲商量 想要送人家回去 不料李氏却说她傻 这让她照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李氏同位女人 自然能感觉出来张巧儿的变化 听她所说 在蔡州也没有亲人了 不如就成为他们家媳妇吧 苏雨林感觉娘亲这是在妄想 可让她万万莫料到的是 娘亲跟张巧儿一提 张巧儿竟然答应了 她苏雨林莫名其妙有老婆了 这番经历如同做梦般让她不敢相信 半路上客店遇险脱困后生活幸福 他们家什么条件 自小就穷和母亲住在两间破屋里 哪里会有姑娘看上 而且这张巧儿说过 他们家在蔡州以前是做生意的 人家家里条件肯定比自己家好 况且人家长得漂亮 又怎么能看上自己这样的穷小子 所以张巧儿的答应让苏雨林不敢相信 其实苏雨林又怎么能明白女孩子的心思 张巧儿家以前是做生意 家里条件当然比苏雨林家好 但她在蔡州没有亲人了 父亲当时就是感觉生意做不下去了 才会生出退出之心 如今父亲亡故 只剩下她自己 就算回到蔡州又怎么样 还不是要找人嫁掉 自己两次被苏雨林所救 她生性孝顺 这样的人还能差得了 既然横竖都要嫁人 为时魔不能是苏雨林 这层窗护纸一被捅破 后面的事就容易办了 虽然父亲刚刚亡故不应该嫁人 但父亲是横死 她也没有在意那么多 对于婚嫁她也没有要求 简单办个仪式 证明是明媒正娶就行 苏雨林自然照办 很快两人就得以完婚 李氏心里高兴 身上也磨病了 每日里快乐精神 而苏雨林也痛改前非 再不做以前的事 如今她有了媳妇 不能在整天混日子 一样过下去 得有个打算 张巧儿也有自己的打算 蔡周葬着她母亲 还有一些房产 她的意思是 过去告诉娘亲一声 父亲去了 同时自己也完婚了 然后把蔡周那边的房产处理掉 自己会有染布手艺 到这边后 用卖房产的钱当本钱 把染房开起来 这以后的日子还会不好吗 李氏欣然同意 苏雨林自然也同意 况且娘亲现在的身体也好了起来 她出趟远门也没有关系 成婚三个月后 苏雨林和张巧儿一起出发去蔡周 他们高兴而去 却并不知道 有一帮人一直盯着他们 两人路上走得并不快 新婚大喜 心中高兴 等于是边看风景边走 十日后的一个傍晚 两人住进路边一家客店 此店开在路旁 后面几十里墨店 前面十几里没有 专攻过路人休息 进入店中 里面客人不多 除了他们两个 另外还有一桌上坐着三个人 看样子像是生意人 店掌柜和伙计 撑着桌子昏昏欲睡 两人要了饭菜 伙计将饭菜端上 简单吃过后 进入店中客房 二人说了一会儿话 张巧儿赶路有些困了 郑玉安歇时 苏雨林却猛然想到一件事 她拉着张巧儿的手 脸色严肃 说这家店不对劲 张巧儿感觉莫名其妙 不明白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们要了饭菜 伙计上菜时 她看到伙计的手虎口上 有厚厚的茧子 苏雨林以前不务正业 结交过不少朋友 她知道虎口的茧子 只有一种原因能够形成 那就是经常握刀 一个客店中的伙计 怎么会经常握刀 这莫不是一家黑店 张巧儿一听也慌了神 这里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如果是家黑店 他们就已经深陷危险之中 如今怎么办 苏雨林让她不要惊慌 自己打量了一下这客房 客房前面有窗 后面也有窗 前面的窗对着店中 后面的窗外却是树林 如果是黑店 店家就不怕客人 跳窗逃走 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树林里有埋伏 就算跳窗也逃不掉 想到这里 她马上吹灭了灯 观察后面的树林 果然 他们灯灭后 不久就看到 后面树林里 走出两个人 进入客店 他马上就又点着了灯 同时和张巧儿 扶低身子 到了后窗边 打开窗户后 他先跳出去 再把张巧儿 接出来 两人进入树林 就开始狂奔 你不是说 他们睡了吗 你刚才也看到了 他们吹灭了灯 我们才从树林中出来 谁知道又点着了灯 店中 店掌柜和伙计 以及那三个生意人 加上树林中出现的两个人 一共七人盯着亮灯的苏宇 林房间低声交谈 管他们睡不睡 咱们这些人 还对付不了他 万一伤到那女的 王掌柜可是会生气 他们不能不睡觉 到时候 神不知鬼不觉杀了苏宇林 女的还不认有我们摆布 入了这店 他们就跑不掉了 几个人商量后耐心等候 一直到了深夜 灯光却一直都在 他们全都失去耐心进入房中 却发现房间中是空的 后面窗户大开 人早就跑了 正在懊恼时 外面闯进来一群兵丁 还跟着苏宇林和张巧儿 原来两人跑出树林 正好遇到一群搜捕盗贼的兵丁 他们把情况一说 兵丁们跟着过来 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 将他们七个人控制后 兵丁们在一间屋里 找到了被捆绑结石的真正店家 七个人全都傻了眼 而这七个人中就有孙八了 苏宇林进店时 他和另一个人藏在树林中 七人被捉 交代实情 这一切都是王掌柜让钱的 本来收账就收账 王掌柜也不赖这些账 千不该 万不该 张富带着女儿张巧儿 被王掌柜看到 王掌柜色胆包天 就想了个恶毒的计策 先是找孙八拉他们抢钱杀人 然后在自己出面帮张巧儿后 使他感激 最后成为自己的小妾 不料张巧儿在城中不同意 还出来个苏宇林横加干涉 坏了王掌柜好事 王掌柜不信张巧儿不离开 到时候仍然跑不出自己手掌心 让他莫想到的是 张巧儿却嫁给了苏宇林 王掌柜心中愤怒 自己一场谋划 却为苏宇林做了嫁衣裳 他就一直想报复 正好二人去蔡州 这家店是必经之路 他就让人先把真正的店家控制后 再假装成店家 他们计划杀掉苏宇林 然后抢走张巧儿 却不料被苏宇林看出虎口端倪而露了马脚 导致功亏一篑 证据确凿 欺人交代 王掌柜自然也逃不掉 苏宇林和张巧儿到达蔡州 变卖房产后又回转乳州 丛林做起 将染房开业 生意慢慢越来越好 苏宇林痛改前非 有钱后修桥铺路 帮助了不少穷人 夫妻二人相敬如宾 共养育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 直到七十五岁双双无疾而终 黑嫂说 苏宇林生来不幸 尚没出生 父亲就撒手而去 他都没有见过父亲的面 母亲一个人将他养大 生活贫苦 养成了一些恶习 这足够不幸 可同时 他又是幸运的 他虽然没有见过父亲的面 却有个性子刚烈的母亲 李氏虽为一介女流 却硬生生将儿子拉扯大 为儿子操碎了心 悉心教导 努力想把儿子从歪路上拉出来 苏宇林有恶习 却对母亲孝顺 同时心存良善 也正是这些优点 使他救下了寻短见的张巧儿 因此彻底改变了一生 人如不孝 就会走上歪道 人如不善良 就会想行邪门之事 邪门歪道 岂是正途 危急之中 娘亲邋遢 更遇上贤惠的张巧儿 使他从此走上正途 有钱后更是修桥铺路 帮助别人 之前有小恶 浪子回头的苏宇林 好像是后面交了好运 其实不过是心中上 存着良善罢了 这正是这些良善 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使他有了幸福的家庭 而孙巴勒等人 不但作恶 且毫无怜悯之心 为了钱财 不惜行凶 王掌柜为了心中私欲 净数次设计 可谓是恶毒至极 如此恶徒 把自己折进去是咎由自取 您说是不是 你们以后看完这故事 我希望可能给您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